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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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觉得我歇斯底里 那就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我觉得我很正常的表述 我很正常的说很多话 所以这是要相对论 对于你来说我是歇斯底里 对于我来说是正常 你又何尝不知道在我的眼中你是过于的压抑呢 那这是相对论嘛 所以他的人生宗旨叫做什么 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但是我又要讲 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 最后有黄之中老师啊 就是在那个辩论前的大成老师 又反驳我一句话 就是他说不压抑自己的天性都是畜生 都是动物 他认为 所以在这个当时我没有反驳他 因为他是我们自己那对的 我不能自己说自己那对的坏话 但是在这里我要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 不代表不要压抑你自己的兽性 请大家分清楚兽性和人的基本的 人性之间的区别 我们这聊的 那都是这个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话题 我觉得今天他给咱们冲一冲 平常我觉得咱们这些人聊天啊 聊的都有点便秘 你知道吗 他痛快是吧 所以呢 我先给你下个套啊 好嘞 这个先看看三张照片 这是最近大家爱聊的 这个这个书奇冯德伦 你知道了吗 徐老师 我听说了 书奇冯德伦发布了结婚的消息 没有什么婚礼 没有什么婚纱 这你瞧 我们的婚事就是这么简单 礼服就是这么随性 决定就是这么突然 没有任何婚宴跟派对啊 目前尚未怀孕 这个最好笑 PS目前尚未怀孕 对对对 他已经恋爱了四年了 嗯 那他们不是会 他们不是因为有孩子才决定结婚的 所以他们的结婚 这句话的意义 纯粹在于说 我们被似在互相非常相爱 想要跳入这个坟墓 当中 看见这个消息 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羡慕嫉妒和恨 非常嫉妒 为什么嫉妒 很生气 为什么嫉妒呢 因为其实就是我认为人性啊 人性有些东西就是在于说 我作为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 不是说看到谁结婚我都生气的 那我还真的来不及生气 是吧 他看到如此完美的 两个人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了 两个人都非常可爱的 而且因为相爱 而且就是 你觉得属于有点像 类似像童话故事一样 做了20年好朋友 突然有一些发现 孟然回首 这个人就在我的灯火栏珊处 这样结合就有点 觉得说 被残酷的现实 一次又一次打败的我们来说 心情有点唏嘘 你知道就是 昨天我还跟几个 这个广怨的 这个年轻的人 他们给我聊 就是说 女孩啊 还是 很多女孩 还是会要一个婚礼的 可是你想像咱们 我听着就不以为然 他们就觉得 你们男人 你们就是永远不能理解 就说女人的这种喜欢 我说这辈儿俗嘛 他们说 你知道在这个 他们学校有一个听有名 就有一美女 这美女是嫁到一个城市 咱就不说哪个城市 就说我老家吧 石热庄吧 就说这 假如说啊 就是这石热庄有一个 号称富二代 就是石热庄 号称石热庄王思聪 号称石热庄王思聪 那个人就号称 他所在城市的王思聪 OK OK 所以说说 把他们学校的美女感动了 就是都上了当地报纸了 就是一到了那儿 跟他求婚呢 好家伙 这个首先是大楼 附近的高楼啊 都把这个女孩的名字 那个灯打在整个城市的天空 等于是 然后呢 开着一辆价值几百万的 这个跑车 然后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不仅这个车是你的 这个车里面 有24盒礼物 代表你过去24年 每一年的生日 我给你送的礼物 哎呦 这女孩就崩溃了 就是说 哎呦 徐老师 你先评价评价 你听到这种事怎么看 挺贵的 上海人 上海人 说他听了 我也上海人呀 这啥 这跟上海人没关系啊 你看相比之下 我就觉得 你像人家舒淇 冯德伦这个 我就觉得不俗 哎 甭整那个这些个 但是像我这种观点呢 不是因为他们 什么婚礼不俗 主要是他们人不俗 人俗 你爱怎么做 都是俗的 对 我同意 那你怎么看 我是认为这样子啊 就是我得劝很多电视界的观众 就是很多女孩子都要知道 很多人把自己的婚礼啊 当成人生最高的高潮 那么也就是高开 你必然第一走 我是不太认诚的 股市专家来了 是不是 对 因为你想你的人生 你达到这么样的高潮 以后你的老公用什么 才能取悦你 我不懂 他得怎么样的超过 这样的高的规格 以后一点一点要你还债 对 一点还要 这个有点阴谋论 还要还债 也是不至于 可是我认为人的开心 是这样子的 就是人的开心的记点 很高的 今天我到了这个点了 你下次得高一点 才能刺激到我 我才能更开心 那你是用你的人生 结婚之后是慢慢慢慢 越来越不开心 还是越来越开心的 所以我认为低开高走 是个好趋势 你高开了 以后低走 你伤心一辈子 所以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你看很多女孩啊 她们就讲 像当年这个台湾的一些 没有条件结婚的 老兵的那个太太 在台湾报纸上 登出那照片 就到80岁 就是要照个婚纱照 补照个婚纱照 补带一个戒指 你说这女孩 一个形式 她就能把一生献出去吗 不是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形式感这个东西 就是仪式感 形式感这个东西 就女性追求 会比男性更强烈一点 就好比像婚姻也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形式 就是一直婚约束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女性 对于这种仪式感 就其实我们说 升过去做哥哥 也是一个仪式感 为什么你说 得了奥运冠军 我非得站在台湾上 放一个国哥 拿一个金牌 这就是仪式感 我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当你站在世界的顶端的时候 我拿了这个金牌 那个放国哥的那几秒钟的时间 都是我人身的巅峰 Enjoy这个moment 我认为跟婚姻 和你在这个舞台上 戴上戒指 享受这个moment 其实是一模一样 我们不能剥夺别人的快乐 那你看像舒奇和冯德伦 人家两个就简化简化 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个好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 其实他没有说 把自己的乐趣 建立在preciate别人身上 而在于满足两个人 自我的一个方向上 每个人对这样的诉求 是不一样 就好比我范天天 我就说句大实话 我16岁的时候 必须豪华大婚 我跟我爸说 这个金帽凯月 洗开40桌 你少一桌 我都给你急 他爸是法医 他妈是妇产科大夫 所以他就在生死之间 对 每天就生不如宫门 死不如医院 我每天什么地方都去 那16岁就对我父亲的要求 是吧 然后到18岁的时候 就开始 我们家是那个楼上楼下 他就每天陪着我 就当当当当 当当 就从楼上走到楼下 要去什么 每天你爸爸 有都是俩人 就从楼上 法医每天练习 我说爸爸来来 给我rehearsal一下 咱们就习惯习惯 每天就这么走一遍 我怕他伤心 因为他太爱我了 我怕他就是 我真嫁人那天 他哭得气不成声 难以抗拒 难以抑郁自己的痛苦 我说那你就 你这样一说 以后上海房子 有两层楼的单位 卖的都好一点 因为有女儿 都要这样陪睡一遍 是吧 到了20几岁的时候 我就提出不一样的要求了 我说就洗开40桌 楼梯上滑下来了 没有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40桌的话 都是给别人吃的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那我觉得小型一点 但是luxury一点 稍微豪华一点 也是可以 到今天 能嫁说就是不错了 谁还管个屁 这跟你刚才跟我说的不一样 不是 就是说这个是 我是以普世的 大家对我的一个想法来研究 天天 我觉得你现在感觉 对这个人生见解 都非常这个老辣 非常麻辣了 假如说 我刚才讲这故事 是吧 发生在你身上 你完全没想到 我 十月钟王思聪 我就开着这个拖拉机 就不是 开着跑车 就来了 哗 一下子 这个夜晚是你的 你觉得你当时会怎么样 我就这个表情 你不会感动 太会 我就做做 在我这个年龄所要的东西 不是这种 已经不是这种东西了 我需要更多的是 你在真实的世界里 能够为我扛起一片天 让我认为 婚姻不是我人生最高的高潮 结婚的那一天 我认为我的高潮 我一直在说 就是人生最高的高潮 在于死前的一瞬间 我希望是慢慢慢慢 再往上能够登 我希望我一直有东西可以炫耀 你看 今天他送了我一个什么 可能说 明天他带我去什么地方旅行 或者怎么 就是大家慢慢的 能够把这个回忆累积的多一点 放在这个瓶子里边 而不是一上来 就给你满满的一盆水 你就连往里面 添东西的余地都没有 你看他这建筑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一次来 要慢慢的细水长流 越送越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他前提还是难得 要不断给他送东西 这个大前提是没有变化的 那自古来五千年 我觉得都是没有变化的 看到没有 北京有个地方 就广美他们那地方 他跟我讲 他们的生意经 对我也有点启发 他们那边 就是现在有一个活动 就是吃着吃着饭 就趴在那个墙上 天幕上 打出了这个女的 小孩的照片 你和这照片 然后一点点的照片 最后婚纱 当时呢 这个男的就 噗通就跪下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仪式 就很感动人了 当时的女的就内崩啊 什么 但是他说 这个是一套活动 整个是要付很多钱的 前后这些东西 从送礼 这是一个套装 套装事先 都是女的来订的 你明白没有 所以感动啥了 就是 他是做戏给别人 这个就是在于 你们现在讲 都是给别人看的 对就是这一点 我想请教你 是女的来订的 因为你是我们这个里边 唯一的这个女性 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 我跟你说 就是我一直不明白 我至少从部分女性身上 我得到一个印象 就是女人爱示众 女人爱公开 我听到的一般都是说 为什么我不能见你朋友啊 为什么不带我去跟你朋友吃饭呢 为什么我们的事情 不能让大人知道啊 对 道理一直道理结婚 也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越示众越安全 对 越示众越安全 所以你看到大学里 女人最感动 要叫我 我有跟你类似的感受 我假想如果我是女的 如果一个男孩子给我来这个 把整个城市都骚动了 我会觉得好尴尬 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也有点尴尬 对 但是女人 很多女人就是好感动啊 一生都记得 也许女的是这样想 你为什么不见光啊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别人啊 你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为 因为你还有人 对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认为这是女性的地盘意识 地盘意识 就是跟动物是道理是一样的 你小狗儿出去撒泡尿 在这儿撒泡尿附近 大家都闻得到味道 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 你看 这全程都知道我是你媳妇了 你还在外面乱搞 你是不是人 那咱从女权的角度 全程都知道了 这女的也不方便呢 女的要乱搞 你这个女权就不对了 女权不代表 就是说你要乱搞 我也可以乱搞 我个人认为是从生理角度来讲 说女性就是没有安全感 那是肯定的 因为可能就是 想要被宣布的话 如果女性不想被宣布 那那女的一定有事 我觉得 就说如果男性不想被知道 有很多时候 他可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有些他现在还暂时 真没什么事 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女性如果不想宣布 一定有事 其实你看他这种性格 我觉得过去人们 对上海的很多理解 是以偏概全的 比如说一般以为上海男人 好像很柔弱 什么上海女人 都是那个很小气 其实我自己的朋友的太太 有一个就跟她性格很像 就实际上海有一种女性 就是她特别爽 哎呦我觉得比北方大婶 她还要爽 而且那个当当当当 敲敲敲敲敲敲 都是这么说话的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是吧 我算比较典型的 typical的 比较典型的上海女性 因为其实我就是有历史的 在这个遗留下来 很多时候现在给大家又要开始 给上海人说话 因为很多人一直觉得 我们上海男人 什么会烧饭啊 还有什么 哎呀 就是斤斤计较啊 什么去人民广场 都有一圈屁股里面 夹一块钱 下来变两块钱啊 什么屁股里 夹一块钱 就刚刚 变两块钱 就是夹一块钱吧 就夹得紧嘛 说明你 也不惜嘛 就是赶来 赶来开 人民广场都有一圈 比两块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北京俗话 叫裤装里放屁 两叉了 你回去就慢慢体会 咱们去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接着说说 上海女人 上海男人 怎么回事 因为其实自古以来 就是很多人 不知道上海的一个历史 遗留下来的 就是其实呢 最早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 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后 很多人就 这能说吗 没问题啊 有什么反动话 赶快说 我正准备把你摧毁 不是不是 其实说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上海有一段时间 进入一个蜗居的状态 很多人就被 挤到了 这个石库盟里面生活 一家人家 就很小的生活在那个地方 那每天早上起来呢 大家都共用一个 共用的空间 那就要抢水龙头 要抢煤气灶 大家都是共用去 抢马桶甚至渔户 就要不然的话 你上面就得迟到 就不能影响国家 给你的带来 很多的这个要求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上海人 用什么办法处理呢 让女性出去吵 不让男的出去吵 你说你说大清早的 让一个大老爷们 马桶两个人 在那大吵一架 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吗 没有意思 这就是我们上海 你为了牺牲自己 而做出了很多行为 而不代表我们上海男人 是软弱那种表现 我认为 所以有些人 对我们有很多误会 所以说应孕而生的 女性意识解放啊什么 我们女的为自己 抢地盘啊 怎么怎么出去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 女强男弱 有很多这样的概念 包括还有很多人 会觉得我很不能理解 说我们上海男人烧饭 会烧饭也是变成一个缺点 我不能理解 其实我认为会烧饭 是一种先进的表现 你看很多人家出国留学也好 你看外国人也好 就是我们男孩 为什么觉得我们上海男人 会烧饭就是一种 娘娘腔的表现呢 难道每一个男性 都得靠母亲 靠老婆 靠妹妹来照顾会烧饭 你脚一敲 像个大老爷 他才是真正的男人吗 I don't think so 对 所以呢 你自己除神还考虑第六名 给男朋友烧饭呢 我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benefit 不代表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在我们的婚姻过程当中 我会做饭 我会做到一手好饭 是我们两个人 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我必须得做饭 这是两码事情啊 现在上海女性代言人说完了 上海男性代言人也说了 他那个新一代的上海人啊 我现在发现第一个特点呢 现在有个叫什么什么匠啊 啪啪匠 你发现他们讲话 基本上就是上海人讲普通话 然后加英文 很自然的加一些英文 这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上海人讲的时候 加了外文啊 是把它转换成上海话 对对对 那些话是转成上海话 他们现在呢 索性把这些英文 加在里边了 很自然 他也不是故意的炫耀 那加进去 这是我注意的一个 第一个一个现象 第二个呢 他讲的这个上海 他讲男的这部分啊 基本上同意的 其实呢 别的地方的男的也做饭 对嘛 但是呢 别的地方男的做饭呢 会觉得羞耻 做的没有那么少 不是 不是 会觉得羞耻 对对对 你东北男的和广东的男的 你要在家里老做饭呢 不要说男的旁边的朋友看不起他 老婆先看不起你 家里的人 他们觉得男的应该出去赚钱 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 你应该出去赚钱 你应该吵架什么 你在家里做饭 没出息 上海的女的呢 他们把这一层的观念去掉了 这个讲的是对 那女的干什么呢 女的呢 他说出去吵架呢 我这个到 女的负责出去吵架 所以产生了这种奇葩 这个我这个我到见的比比较少 上海女的的特点 我觉得好像不是吵架 是什么吵架 是是管控男人 上海女的呢 一般是关的家门呢 是比较厉害的 对外面呢 是比较温柔的 是的 一般是这样 上海女人对男人忠不忠 我们有点就是啊 我的老公啊 那只能我骂他 我可以把他骂成狗一样 但是外面的任何人 上海女人对上海女人 不可以碰他一下 你知道就说 虽然人的弱点都差不多 对对 可是相比之下 我这个北方人呢 我跟上海朋友交往的感觉啊 我老是觉得 他们能给我清醒的建议 你比如徐老师 我觉得好像 不管你的感受如何 他不大为情所困 对对对 他不大为情 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北方人经常是 就是作为我吧 经常是稀里糊涂 一时冲动就做了个决定 但是你看前两天 我有一个老师跟我讲 他说很有意思 他讲的就更细致了 他说在上海人里啊 有一种 我不知道你们可以 核实一下 他说在上海人里啊 有一种宁波人 就是在上海人里 有一种宁波人 就这种宁波人呢 他最精于什么呢 就是计算 你跟他说一个什么 他在瞬息之间 啪啪啪啪啪 各个参照系啊 他全都算得非常清楚 然后做出决断 非常快的做出决断 而且这个决断呢 不受什么感情的困扰 就是非常理智的 脑子里像个计算机一样 就这个算得非常快 说连这个连上海人都很佩服 但是是宁波人是商家多啊 宁波人在上海是属于中上 他不是最高 最高是苏州吧 最高是无锡苏州和广东 对 其次是宁波 阿拉阿拉哈 这个第一人称的族语啊 就是宁波话 他不是上海本地话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表面的 归根结底到最关键的问题 最关键的人生的事情 谁都是动情的 你不要以为这是讲道理 区别只是有些地方啊 他不他明明在算计 他他不跟你算计 对 他表面上都以感情来出发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他杀你啊 就像我刚才其实在休息室 也一直跟您说 说视了眼这个事情 我就很生气 老实说我们上海人精啊 谈条件啊 怎么 我说这个事情 有不喜欢钱的人吗 叫他出来跟我聊一聊 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 重点就是可能我们上海女人 在谈婚姻 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的时候 他把条件全放到前面 把丑话都说在前面 然后把未来全计算在里面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我能跟你生活一辈子的 而且我觉得上海人的 契约精神这点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我只要答应你了 我都比太会做不到 一般情况下他都还钱 是吧 不像我们比他整天说的 像恩西千秋 哎呀哥们啊兄弟啊 我这中南海三个亿的工程啊 说的那么明天打电话找人 人也没有的 所以刚才有一个 我就发现我跟田田的 达到一个认识 就是我经常跟我的这个北京朋友 这么讲 因为很多北京朋友 说实话 他不大喜欢上海人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啊 我说事实上 我很多朋友是上海人 我说我后来明白了 也许你不能跟他玩的 像咱们那么铁词铁词的 但是呢 哎 他只是 就是说 他只是不想你占他便宜 可是他也没想占你便宜 对 你没办法 就我们俩 我就觉得 他不像个别的北方人吧 流氓假章义 他实际上全 他说的 喊虎不清 实际上他是为了占你便宜 其实哪里的女的都是要真心 你真心对他 哪里的女的都是好的 这话说 我就接不下去了 有点 你有真心吗 那你对婚姻制度乐观吗 我非常不同意婚姻制度 一对一是我不同意的 终于碰着咱们的人了 去广告 同志 广告之后 来接着讲讲上海话 我喜欢你看 下次上海人 你是比较好的 因为一边来说 在哪个警方 都是绑腾散黑 人家都肯定把散黑 我这个时候 另外那个人 就会显得自己 好像被排外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说 你们上海人 很排外 因为是语气的原因 你说你跑到广告去 人家也不跟你说普通话 你还是觉得自己 spawn Cyber 刚才的话啊 我查你就说 咱刚才不是讲的这个王宝强啊 我今天忘了 有一个老师那天聊的很深刻 他说这个 这个我准备这么谈啊 当然最后我们也没请他上来是吧 他说我准备这么谈 第一怕呢 我要讲王宝强的不对 第二怕呢 我要讲马荣的不对 但是到第三怕 我要提出我的一个观点 就说这根本是婚姻制度的不对 这有意思吗 他说这是婚姻制度的悲剧 他生动的说明了 现代婚姻制度走到今天 面临的种种尴尬 比如这老师就说了 说好比你比如说 咱要是未婚同居 是大行其道 两人有孩子 还会有这事吗 财产往哪转移啊 这不是都挺好吗 一切的矛盾在于 现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的束缚 造成了这种悲剧 你同意吗 我没有想他想这么复杂 可是因为我个人认为 现代婚姻制度 都是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的 哦 对 什么生理 因为我自己知道就是我雄性啊 我们说男性吧 男性的在这个人世间所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最大的目的啊 希望自己的DNA最大化的撒播在这个世界上 把他的种子拨出去 这是我们熟 对吧 是自己的根就是你的DNA里的属性属于 而女性呢 是因为我要找最优秀的男人 怀上孩子 给他产生后代 是优化后代的一个一个基本机制在 那这两点其实就是矛盾的嘛 很多时候 那你怎么理解这个女人出轨呢 你看我觉得狮群就特别好 他也想撒满呢 对 我觉得狮群就特别好 狮子群特别好 他觉得女性是追求质量 男性是追求素量 对 狮群呢 是这样子 狮子 母狮子们大家聚在一块 对 有两位非常优秀的男士的出现了 对 年轻 体力好 毛大 一看就strong 你比较重视毛大 不然就觉得毛很多 你能保护我们 好 那你就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好好过日子 咱们给你生孩子 是不是 过了几年以后 有新的更优秀的男性出现了 这两位已经年老色衰了 是不是 也没有力气可以保护整个狮群了 那我觉得你们就可以请走开 然后就有更强壮 更帅气 又英俊的男性 来让这个总群更加繁衍下去 那母系社会 母狮子子宫不带老的 没有 那你老了 你可以干别的事情 他有一群啊 他有一群母狮 所以女性都留在这里 男性出去了 他这个一群里边也在更替 这个是私族社会 云南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不过你讲宝马案 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说那个韩国的那个首相啊 走下飞机的时候啊 有人发现说 这个就是马荣 我们中国就是王宝强 宋杰呢 就是奥巴马 搞这么复杂 这两个哪儿啊 你怎么 你想不回来这个故事了吗 宋哲没给铺红地毯吧 不是 萨德 是我们对他这么好 他在 是这么个地方 还有政治抑郁 宝马案啊 你看我们女孩就不太明白这种事情 也不会联想到这种事情上去 但是你刚才讲上海人对婚姻这样那样的 最近我也听说上海夫妻都在离婚 对对对 买房 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特别好 怎么说 说明我们的婚姻制度 在上海的婚姻制度 互相的契约精神啊 非常好啊 不是靠一纸亲书啊 是不是 靠的是理人和人情的互相信任度啊 还是靠的房产证啊 不是你想呀 这个你离了婚以后 那房产是婚外 就是婚后财产了 已经算是 你们既然能信任对方到这种程度 那我觉得为了建设这个后来的家庭 去离婚 然后去 去让自己的家庭的财产更加丰富一点 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坏的坏事 而且万一这男的不肯再复婚 或者女的不肯复婚 就像您说的 咱们公平一点吧 一套房子就可以释出一个人的真心啊 便宜 你说他这个观点 我觉得挺好的嘛 因为我觉得婚姻这东西 如果你只是建立在这张书上面的话 那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的 我觉得责任感这个东西 给男性的责任感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嘛 人最厉害的东西就在于 明明知道我可以这样做 但我没有才有意思 打个比方勇敢 我们来提勇敢的一件事情 我非常害怕蹦击 我跳下去了 我勇敢 可是你不怕蹦击人 你跳八百次 你有什么可以值得 用勇敢这两个字来衡量你自己 这是我的观念 就是比如说男的 明明知道我这个婚离掉以后 我又有房子 我还可以找别的女的 哎呀好开心是不是 他没有做到 他没有去做 他回归自己的家庭 跟他老婆复婚 或者是给这个家庭 继续创造更好的婚姻 我觉得这是一个二婚的一个 让这个婚姻再开一朵花的一个好事啊 这么说上海男人也真是很悲壮的 是吧 很高风亮节的 离了婚坐拥着房子财产 还跟对老婆这么重 对啊 那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要早跑路了 包括女生也是的 女的也是的 哎我就已经有房子有车 我什么都有了 我孩子也 我人生任务都完成了 我干嘛还要这个婚姻 我也出去开开心心 打打麻将 日子小日子过来吃吃饭 出去partyparty 跳跳舞 老开心的了 下午溜溜溜狗 人生老三一三一的 我干什么还要回到这个婚姻制度当中 你看他想的多好 所以至今也没找着啊 至今跟爸爸妈妈是 准备让爸爸妈妈给你养老了 是吗 也不是不是 我这个给自己的规划 很多年轻人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给我父母呢 是给他们上了一刻 就是我给他们做好一个误解 这是最坏的一个打算 就是可能我会孤独终老 为什么叫最坏的打算呢 不是坏 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打算 肯定不是对于我来说最坏的打算 我说你们其实 如果能够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的话 接下来我一切发生的事 都会往毫里走 因为你想到说 你们认为最糟糕的事情 会可能会发生的 但之后我只要有任何对动对应 都是往上升的 先把底线铺定 对嘛 这什么关系 结果你父母亲就答应一辈子照顾你 也没有 他们现在两个人一年出国五次 开心一点